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另一半肝脏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幸运的是我们都非常幸福健康的生活 我这个人比较爱管鞋人士的 铃波画就是阿姆改一个铃 农粗嘛 铃里之间的话 可能走动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我是做保险这个行业的 村里的人都知道 老家哪里的 那个女孩子九岁 肝胰化 从我婆婆嘴里面知道的 想去看看她 她那个时候已经不会排尿了 要去做这种肝胰治手术 他们父母配行不成功 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 打电话给我去做配行 我是犹豫了三五秒钟的 然后我说可以 那天晚上我家婆婆 我妈还有我大姨娘 三个老人等着我回来 其实不让我去 我跟我母亲讲 我们家女儿都是你带大的 小孩子们天真烂漫的 然后她这么痛苦 真的不忍心 对一个生命的尊重 我可以帮到她的话 我一定要帮到她 我出院那一天 真的是全村的人 都到我们家里来了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很多 我心里面真的也是一种震撼 而且也是一种感动 我觉得我在不经意之间 我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我 我有时候在想 我的那个肝 在她身体里面 不健康地在长 那是美好的这种感觉 帮助别人 自己是一种快乐 谢谢 有一个助学对象 他问我 他说 我以后可不可以叫你妈妈 我说可以 我觉得就是一种肯定 希望就是可以 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更多的人 更多的回馈那些 关心我的 帮助我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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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